2020年10月7日,大天使佳百丽,从恐惧到狂喜,传导Shanda Gabriel。 大天使佳百丽说,释放恐惧只需付出一小笔代价这句话时,其实是一个天使的幽默。 她指出了我过去一直坚持住不舒服但熟悉的事物的倾向,这也是个很温和的责备, 可以帮助我意识到,如果我已经准备好充分信任去释放恐惧并为我的生活开辟新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可能会体验到些什么。 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文化似乎认为,专注于我们的恐惧是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好像担心未来就能让我们为做好事情做足万全准备一样。 通过对吸引力的研究,我们懂得了这种态度与我们生活中的真相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的灵性之旅是一条放开恐惧思想,允许我们用宇宙的无限创造力取代它的道路。 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恐惧的思想时,它就掩盖了同时存在的其他可能性。 我们生活在纯潜能领域,有很多机会在等待我们请求和接收,但是在我们愿意为创意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打开大门之前,我们都无法清楚地看到,它只是单纯地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而已。 欲神的完全融合意味着我要把自己与出现奇迹的无限智慧对齐,为此我需要创建一个专用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祈祷并有安静的时间去专注于外表之外的灵性真理。 它不必很详尽,但是它确实需要我做出承诺,花些时间提高振动频率,以便可以从更高的角度开始观察。 这个冥想时间舒缓了我的神经系统,我沉稳的深呼吸使我集中,而内心的无限智慧开始为我提供新的想法和创意解决方案。 我正表现出一种新的意愿,去请求我真正想要体验的事物,并邀请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光之存有急欲的支持。 这就是所谓的祈祷,祈祷可以帮助我们承认和接受我们的体验,同时专注于新的可能性和奇迹般的结果。 以下是我今天的祈祷。 神圣存在,请把我从那遮挡着我知真相的恐惧中释放出来。 我愿意敞开胸怀,相信自己时刻都在受到神圣的启发和引导。 我很高兴知晓,当我敞开心怀去爱时,我让新的生活从我内心涌现,在各个层面上创造新的开始。 我向你奉献我的才华和能力,将它们用于对最高良善的服务。 我愿意与我最明亮、最崇高的内心充分融合。 我把关注点转移到神圣之光的天使上,并信任这个过程会让我更加清楚地了解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创意解决方案。 我打开接收奇迹般的想法、行为和信仰体系的道路。 请帮助我一起我并不孤单,我可以住在幸福中,让自己始终感到自己被纯洁的爱之羽翼包围。 就是这样,Shant Gabriel 大天使加百利,亲爱的一,在要做决定的时候,你想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引起很多结果,你很担心,你甚至去担心那些假设的结果。 真正做出对你现在和将来最有用的决定的唯一方法是在内部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宁的地方。 这意味著要与你的高我协调一致,正是在这个地方中,你做出的决策才是符合所有相关事物的最高利益的。 当你把恐惧带入决策过程时,它会阻止正在你的意识内为你服务的神灵的全面扩展。 正是这种与上帝的融合,使你能够感到自由、全面和开放,足以接受此时此刻对你生命的正确和真实。 无论看起来多么困难,学会释放限制思维和行动的恐惧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意力转移到哪里,能量就流动到哪里。 当你专注于恐惧、问题和未来生活的假设时,这种集中精力会放大你的恐惧状态。 如果你允许,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可以完全接管你的世界。 相反,把精力投入到最能为你服务的奇妙状态中,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深呼吸,并在心中知晓,在生命的这一刻和每一刻,你都在被神引导。 祈祷还有助于调整态度并向真理敞开大门。 你可以说,我把这种恐惧交给了上帝,我允许神的思想在我所有的决定中发挥作用。 即使你仍感到恐惧,简单的祈求释放的举动也会使你踏上正确的行动和思想之路,这会让你获得最大的好处。 但是,身体通常需要一小会儿的时间才能赶上心理过程,因此,在实际做出决定之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放松和扩张是很重要的。 练习,做几次放松,平衡地呼吸,当你停留在这个宁静的时刻时,让呼出的气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落在脚下,进入大地。 这会从你的大脑中抽出狂乱的能量,并使你更加清晰。 把手放在心脏上,吸气时,想象自己在上帝的纯净光明中扩展。 想象这种纯净光明正在进化你的思想,并平复你的心。 现在,用你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真正想要的画面来代替让你的世俗意识充满恐惧的想法。 这些画面是闪闪发光的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现今流量充裕,内心和平和地球的和平的画面,允许这些更美好形象渗透到你的存在中,然后感谢在你的生命中能接收到它们。 因为你已经受过恐惧和担忧的训练,即使它们不起作用,你也需要多加练习以释放恐惧并与你真正的神性融合。 天使会在这里帮助你做到这一点,把你包裹在纯净的光之翅膀中,并引导你走向和平的生活。 所以,请求吧,你就会收到,让自己的一切都像神圣的善良敞开,并接受你内在和周围的一切美丽和真理。 这样,这种善就可以开始在你的世界中显现和发挥作用了。 如果你要获得宇宙的恩惠,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放开限制你的恐惧,让上帝的恩典为你服务。 毕竟,释放恐惧就是获得与神完全融合的狂喜所付出的小小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